欢迎回来欢迎全世界 在俄乌战事的方面 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在20号表示 美国目前正在讨论 如何的强化乌克兰空军 包括提供乌克兰新的飞机 还有训练乌克兰的飞行员 不过他并不愿意透露 会给乌克兰什么样的机型 那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负责说 因为西方供应武器给乌克兰了 也让莫斯科进一步要扩大攻击目标 不再只局限于乌国的东部 那照这个态势 其实我想请教庆哥 不是给了俄罗斯往乌东以外 继续打下去的一个借口吗 我觉得这个所有讲这些 就是都是没有办法产生 必然的因果联动关系 所以你今天讲说 他是不是给他一个去打的借口 那他原来其实他的军事行动 就不是限于顿巴斯 他也打过基辅啊 对不对 但是打了基辅 最后吃力不讨好 他又收回来了 对 那至于要提供什么样的战机 这网络之中各种这个到处乱猜 F15 F16 Grippen这个就是施救 或者说是台风 或者说是这个什么标峰 大家都在猜 对大家都在猜 可是问题是他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你有 要给的人要有余裕的战机 要有多的可以给 这个我是觉得美制战机的可能性是比较高 欧洲那边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 他也很难去挤得住 自己都不够了 对 要飞行员 对 要飞行员要训练 对 那第二个来就是说这个叫做乌克兰能够承接下来 能够吸收的下来 也就是说你能够给也有人能够吸收 我想我们应该讲说 我们这个应该感到很骄傲 我们曾经在同一时间 接收过三种主力战机 这个叫做幻象 F16还有IDF 然后我们空军把它吃下来 我们海军 对啊 我们海军那个时候 同时在吸收这个成功康定 还有这个叫做济阳级 对不对 我们也把它吃下来 所以你要知道你突然一次 这个八国联军什么军品都来 那不是光给啊 你要有本事能吸收下来 硬体啊 武器 如果这是美规的 你还必须要套美军的那种训练方式 才能够上手啊 而且有很多整个就是说 系统说明书的逻辑 完全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根据这个就是硬件的切合段 来这样子讲 有很多是根据系统的线路图 来做这个说明书 所以那个整个思维的逻辑 欧洲跟美国完全这个不太一样 不管如何啦 这个现在就是战争继续打 继续打下去 我继续要请教这个郭委员 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在战场以外 这个欧盟在20号也宣布了 要对俄罗斯实施第七轮的制裁 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的黄金 然后冻结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资产 另一方面呢 这个欧盟也同意 从这个欧盟基金当中要提拨5亿欧元 来增援供应乌克兰的武器 就是军援也OK了 然后制裁也就下去了 那现在这个安全支持 增加到25亿欧元的水准 好问题就是制裁到第七轮 现在还要继续的军援这个乌克兰 可是我记得您在节目当中有讲说 这成效没有 但是为什么还要继续的说这样的事情 我成效也不能说没有 因为最近统计大概俄罗斯有20个弹药库备炸 所以海马斯还是挺有威力 海马斯还是有效的 还是挺有威力的 那我看纽约时报它是说已经提供到16套 然后美国总体资源乌克兰的军援已经有82亿欧元 那欧洲是25亿欧元 那基本上就是因为美国大哥要继续嘛 那欧洲只好跟进 我认为第七轮的这个制裁 你觉得它力道会很大吗 这个主要是黄金是这样 因为俄罗斯是产区吧 可是伦敦贵金属交易市场把它下架 主要是伦敦贵金属交易所 那瑞士是有链金厂 那瑞士也不进口了 主要就是这两个单位 那市场其他影响不大 这个制裁一波接一波 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强弩之末 一种是螺丝越伤越近 但是呢就是这种的感受度 我们今天讲说这个寒寿 这个有两个突函数或者是凹函数 这个有很多东西是一开始的时候 心里震撼很大 但是呢它的后续后续 这个死猪不怕热水烫 到了最后越来越就是这个边际效应会递减 就像是突函数 对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是到达某一个降服点 它突然一下垮掉 就跟我们今天在拆房子一根一根拆 拆到某一个或者说 在那个骆驼上面这个背脊上一直加羽毛 加到某一个稻草 它咔一下垮了 所以究竟它的降服点在哪里 或者心里震撼之后 是不是就是大家就是说 慢慢慢慢边际效应也越来越差 其实这里头变数真的很大 所以在那种情形之下 我们很多是之前去断言 说这一定会去如何 但是事实上都很会跌破眼镜 但是这个战争打到现在 最近也看到欧盟算是 虽然有提出这个制裁 然后要继续的军援 不过最近让他们为之紧张 然后后来松一口气的 就是北溪一号终于就是决定恢复公器 那差点嘛 就是差点要断气这个威胁 当时确实让他们担心 欧盟执行委员会虽然说 这个他们为了要避免被俄罗斯断气 这个威胁解除了 可是这个欧盟执行委员会 就敦促欧盟27个会员国 明年春季之前要自律性的 重点是自律 自律性的把天然气的用量减少15% 对抗俄罗斯的勒索 这个我看到的时候 我会觉得可能吗 难 真的很难 自律 如果没有强制的规定的话 如果要接踪政治 那所有的欧盟国家都要达成共识 对不对 真的很难吧 当然很难 所以他才就是自律 但是问题是部分的欧盟国家的元首 还是请俄罗斯 那另外目前意大利刚刚要宣布 要国会改组了 那之后下一任的元首 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想法 可是你捡这个天然气 那你要想办法找其他替代能源 他们没有 我们都知道 他的逻辑是这样 他希望能够降15% 目前执行只执行到5% 那他说他要强制 他要强制 用强制的 对 用强制的 就是断 断控 可是这个大家能不能承受得了 因为现在是大热 是 接下来是大寒 很热 这不合理 就跟去年那个 中国大陆不是有拉闸断电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这个就跟我们客药一样 每个的吸毒人都想说 我要降低降低 我以前是抽烟的 我要戒烟 我知道那个难处 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解决的 而且香烟还不是必要的 我戒烟之中也挣扎了很久 然后有一天突然他就戒掉了 而且都已经用了这么久 但那不是必须 你今天要是这样说 我们要减少喝水 对不起 那个水不喝 真的是要老命 所以像这样子 我不认为 这些都是在讲讲 除非他能够找到替代能源 那问题是说 这个欧洲能不能找到替代能源 我可以跟你讲 一定可以找到 差别在哪 他用了替代能源 环保 成本 这些因素到了最后 今天要是 这个天然气 不是这么有吸引人 他不会这么高度的依赖俄罗斯去攻击 有一个问题 我进一步想请教黄老师 那我们要带大家来看 是日经亚洲 他们就分析 说美国跟亚洲 还有欧洲的安全盟友之间的关系 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刻都更紧密 但是未来如果亚洲跟欧洲 都爆发危机的话 美国的亚洲盟友跟北约 可能会变成竞争对手 虽然说在和平时期 这个相应无事 外交 安全都进行合作 可是危机一爆发 就会发现 我需要美国的资源 军事援助 这个事情怎么看呢 首先我觉得很多的外媒 我们还是参考一下 因为他讲说 美国跟他亚洲的盟友 美国跟他欧洲的盟友 关系从来没有这么紧密过 他们都忘记了 冷战最高峰的时候 大家绑得多紧啊 抱着美国大腿 在美国的核子保护伞下面 躲得多好 那个时候才叫更紧密 我觉得有些作者或分析家 可能年纪 我现在年纪有点大 我敢讲 可能年纪轻了一点 除了好历史感 对 没有历史感 要再看着久一点 对 你看久一点就发现 其实以前才是更紧密的 好 所以我觉得 我们先把他的命题 就推翻掉了 但是他点出一个重要的趋势 这也是要活得久才知道 不然就是 1961年的时候 怪不得基辛吉看最久 对 99了 因为他是99 99 对 1961年的时候 甘乃迪当总统 提出了 各位都知道 美国要同时打赢2又2分之一场战争 也就在欧洲要打赢苏联 在亚洲要打赢中国大陆 不管是在东北亚东南亚 另外还要同时应付其他区域 零星冒出来的一些区域问题 口气多大 因为美国那时候核武最强 它的传统军力也最强 所以2又2分之一场 然后一直到了大概老布希时代 90年开始左右 开始我们要大概打赢2场 甚至变成打一场 准备一场 就已经开始 已经往后退了 有点疲于奔命 然后一路到欧巴马时代 因为欧巴马 对啦 他砍了一些国防预算 所以变成美国是 主要是以一场 这个主要战争为主 后来退到什么 退到变成说 美国以区域危机的遏止 跟因应为主 越退越多 所以你说这些国家 欧洲的 亚洲的 美国盟邦 一看 我这个以前老大好像 想掏出来的公共财 越来越少了 安全承诺越来越少了 所以欧盟现在 欧洲是没有办法 因为它有个北约 跟美国绑得比较紧 但是你看到在亚洲 你觉得印度真的很靠美国吗 也没有啊 澳洲 对啦 前面那个政党比较靠美国 但现在 你已经看到一些微调了 日本岸田 其实你看到岸田 它也不是那么的 跟着美国在抱的 反而我觉得要看的是 南韩的尹熙越 因为它民调算说 没有很明显的支持 但是 它至少目前很多的做法 已经跟过去的文在寅 就 文在寅比较没有那么亲美 但尹熙越是很明显的 是比较亲美了 所以韩国那个 大家要看一看 但是你说亚洲的盟邦 现在还在跟美国 亦步亦趋的 我现在 看不到几个 所以黄老师 简单 如果我们做一个结论 针对这个假释性的问题 如果欧洲亚洲两边的战场 同时打开的话 美方有能力 同时应付两条战争 我不要讲我的判断 传统基金会 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共和党 应该保守的智库 他们在几年前 大概两年前左右 已经公布一个报告说 不可能 所以美国的共和党 传统基金会 自己都说不可能 那我们当然 看起来也是不可能 那美国军方的评估 我们看不到 但是我想 应该很难在同时打两场 又跟俄罗斯 又跟中国大陆的战争 谢谢老师 当然就是不可能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今天去看 都不可能 有好 感证